HororLiveのResistance 金、木、水、火土是五种母元素 而每种元素都有对应的各种元素使者 每位元素使者都天生有一块用天地之理形成的宝石 胸前的宝石决定了元素力量的强弱 宝石是可以成长的 大部分普通人一生都只能达到第三宝石的阶段 整个大陆只有五位长者达到了第五阶段 而第六段连传说里都没有出现过 我的宝石是会变色的Alexandrite 是普通的第三阶段 在幼年时期的某一天 我的元素觉醒了 那天冰钻进了我的手 使我浑身冰凉完全没有手的知觉 我生长的地区是木元素的所在地 明神院地区 除了我以为 大家的元素都是花花草草木木 虽然大家都对我很好 但是因为元素的不同 让我不想去接近任何人 因为不想想得自己格格不入 从小我就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父母都很贪爱我 尽可能地给我最好的东西 一直都很快乐 很幸福 虽然没有办法像其他孩子们一样 去学校学习木元素的知识 也没有任何老师可以教我 怎样使用我的元素 只能是靠零零散散的古老书籍 进行自学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像往常一样出门 去弥深月地区边缘最高的山上 修炼自己的元素 因为我的元素跟大家的不同 所以为了保证安全 需要在特别的地方才能进行修炼 父母喜欢研究元素 而木元素大多相信温和 所以一般都是在家里研究 这一天 父母像往常一样地在家里做元素实验 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家里着起了火 小火苗从床台窜来窜去 可是我远在地区边缘 对家里的事情一概不知 火势越来越大 终于在下窝赶到家的时候 发现家里的所有人都不见了踪影 除了火的身影 但是可以熄灭的吧 我对自己说 毕竟我是冰元素的 而冰是水的延伸 水克火 我像发了风一样 控制附近的水源 用元素力量转换成冰 企图灭火 可是我发现 我的能力不够 火势它 实在是太大了 我跪在地上 因为感到害怕 全身像瘫痪了一样 我从地面上 冰化回的水稻影里 看到了那个 无能的自己 剩下的事情 我就记不清了 只记得 因为能力暴走 被人把能力用发带给封印住了 并且告诉我 千万不能取笑了 不然 不知道能发生什么 我是RT 因为能力暴走 被那一位转移到了这个世界 继续我的修行 为了成为最强的冰元素是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的